成功人士,99个领导细节 第一课,富有远见,一切向前看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与世之间的关系,彼此越来越复杂 怎样将各种关系调理得清清楚楚,并适当地驾驭它,这就离不开谋略 科学越发达,谋略的法门越神奇玄妙 能够就事论事,就理论理,就是办事,就理从理 能够正确计划,妥当处置,这也不视为有见识,有作为的人 深事深谋,浅事浅谋,大事大谋,小事小谋,远事远谋,近事近谋 都要具备深远的策略和高明的见识 计谋贵在高人一筹,策略贵在高人一招 能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能谋划别人不能谋划的 能思虑别人不能思虑的,能推测别人不能推测的 这才称得上远谋大略 刘邦起兵后,萧和担任他的后勤部长 负责后方粮草供给,未有一次令刘邦失望 萧和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收集法令制度图书文献 而不像其他将官那样忙着抢掠财物 刘邦当上汉王后,请萧和担任丞相 其实,项羽和一些诸侯杀死秦王子英,烧毁成阳城,然后扬长而去 刘邦之所以知道天下各地的要塞,户口的多少,形势强弱的地方 人民痛苦的事情,就是因为萧和获得了秦朝的全部地图和书籍等资料的缘故 刘邦入关后,在张良的劝谏下,封存秦朝公保、府库、财务、海军坝上,以带项羽等各路起义军 在此期间,刘邦集团还实施了一系列极有远见的政治措施 刘邦召集朱县父老豪杰,对他们宣告说 父老们,你们在刻苦的秦法之下生活,痛苦很久了 秦法规定,如果人民有诽谤朝廷的,就灭族 人民有相聚谈话的,就是犯弃是死罪 我,和诸侯有约,先入关的,就为关中之王 现在我当为关中之王 今天我要和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道,抵罪 此外,一切秦法,完全废除 官吏,都依原来位置,全部牵动 秦国人听了,约法三章大喜 争先持牛羊九十,献给佩公的君士 佩公又谦让,不肯接受所限食物 民众们更为喜悦,唯恐佩公不做秦王 这些安民措施,为刘邦争得了民心 对于他日后经营观中,并以此座根据地 与向宇争雄天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畏浮云遮妄言,支援身在最高层 领导者需要站得高,望得远,要善于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按照事物的连续性和因果性的联系,遇见它的发展趋势 而且,事物是多变的,要根据其时间,地点不同 以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各利益的差异来做出战略决策 通看全局,长远考虑 优秀的领导具有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又称全局性思维 它是洞察全局,思考全局,谋划全局,指导全局 配合全局的思考能力和工作能力 领导者不仅要像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一样去完成每一件事情 更应该以一个战略家的姿态未卜先知,抢战至高点 从而在新的变化面前,从容不迫 领导者的战略观是指领导者对管理活动进行全局的分析判断后 而做出的筹划和指导 它要求领导者从整体、长远和根本上去观察问题 对于领导来说,战略观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层面上的 一是具有全局性 全局是由各个局部有机结合而成的 这种有机的结合就产生了整体大干部分之和 领导者重视全局,从全局出发来思考问题和做出决策是相当有必要的 二是具有长期性 战略是一个在较长时间内起作用的谋划和对策 正确的战略是根据管理活动发展变化的趋势而制定的 在趋势发生根本逆转之前不应该随意更改 领导的战略立足点是现在,而着眼点是未来 三是具有相对性和层次性 由于全面和局部的划分是相对的 因此,局部应该服从全局 低层次的战略应该不违背高层次的战略要求 重视战略问题,树立战略观念不能只靠领导的直觉来做出管理的决策 因为这样做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对于领导来说,决策失误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因此,领导只有通关全局,长远考虑,研究规律才成得上市成功的领导